好,大家好,咱们这节课咱们来讲一下 怎样去配置一个Alert Manager Alert Manager然后一个集群的一个配置 然后的话,配置前的话,给大家要说一下 我们这边的话,大家可以看到 它这是我们什么是173和174 但是的话,我们这次的实验室做的是哪一个 是一个176和175 也就是说,之前的一个Alert Manager呢 然后是放在176上面的 然后的话,我们要再配一个新的一个节点的话呢 我们配置在175上面 因为我们的一个174上面已经配了一个 然后的话,我们那个Permicius呢 在我们这个节点上 然后的话,所以说我们另外两台呢 我们去配置Alert Manager 然后这样的话,让它打到一个同样的资源 然后的话,不要都往一台上面积 然后的话,这样把它分开呢 然后的话,我们也可以把它 看一下它们之间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好,那个我们来去 把这个命令,然后把176上面的一个 Alert Manager呢,在命令上把它拷贝过去 然后它的配置文件 我们看一下 Luke,然后并下面的一个 这一个命令,还有一个 Alert Manager 然后这两条命令 把它拷贝到 然后我们175上面 所以说,大家去做实验的时候呢 一定不要直接是直接复制粘贴 即使复制粘贴的话呢 你要懂它一个什么意思 你想这种 我们174和175 直接复制粘贴的话 肯定会爆错的 所以说,大家一定不要直接去复制粘贴 你要懂一下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操作 这张操作的一个意义在哪里 然后还有一个每一条命令 每一条参数 都是干什么的 这一定要理解 这样的话 你去做实验的时候呢 才能记得更牢固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 配置文件 我们也不知道在拷贝位 拷贝 配置文件 我们拷贝之前的话呢 我们要先去创建一个目录 我们请问一下 是没有这个目录的 就是一个配置文件的 一个存放的目录 但是这个目录的话 你放在其他地方也是可以的 因为你启动命令的时候 会指定一个 配置文件路径嘛 这个路径的话 你可以匪便放 但是我们一般情况下 我们的 但是我们一般情况下 我们的配置文件 都会放在ETC下面 然后充建一个 它属于它自己的目录 所以说我们的 也一般情况下 按照一种标准 不要按照自己的 随意的一个性格 我想放在这里 明天的话 我又想放在那里 这样的话是一个 不好的一个习惯 好 我们充建完充建完 我们把配置文件也拷贝过来 ETC 1.168.20.175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这里面的话 也是可以补权的 为什么 这里面的补权 这里面 你这里面 直接按推幅件补权的话 其实它补的目录 是哪里的目录 它补的是一个 当前176上面的目录 因为我们176上面 也是有这个目录的 所以说你可以 去看推幅件进行补权 但是 但是那个176上面 没有这个目录的话 你这里面 你补权的是一个错误的 因为这是指的是一个 这个目录的话 你补权的 补权这条命令 是指的是 当前176上面的 但实际上它是 放在175上面的 大家要知道一下 有的时候 你补权的时候 有的时候是没办法补权的 反正不同的目录 你可能就是 不好补权的 我们要抽到 手工的一个去敲 我们这边的话 就是可以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两边的配置文件是一模一样的 大家看一下 配置文件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的话 我们这时候 我们去起一下 起的时候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我这边的话 我是没有 在后面 我是那个 然后没有什么 这样的命令 但是的话呢 你肯定是 你起录的时候 你肯定要把这些东西都加上 你看这个 那的话吧 好 这里面的地址我都不改了 地址的话 你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不要全部照抄 因为很多人 然后去敲命令的时候 看到别人的一台命令 就是完全抄到自己的上面来 看是有点类似的 这个addis 然后监听地址是 这个监听地址的话 是一个集群的一个监听地址 也就是集群之间会上通讯 他是死峰的这个地址 然后 他的那个 这个地址和端口 我们现在当前目录是在175上面 我们是8001 他默认的话是9094 那个我们等一下可以去看一下 把这个敲完 然后的话8001 然后的话 我们把它写到 把它输出信息 输出信息的话 我们把它写到当前五年下里面 当然那个 你可以去指定一下其他目录 也是可以的 我这里面的话我就不写了 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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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get get et amb each get safe Fern get Fern 看一下啊 看一下那个哪里是有问题吗 这里大家看到这里又推出了 推出了我来看一下啊 我们我们检查一下 看一下啊 嗯 哦少个A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边我们再 去自行一下 那边的config 嗯 现在的话应该是没错了吧 再试一下 大家看到现在的话是不是那个已经在运行了 现在的话我们写的方式 嗯 一个是直接没有使用一个等一号 直接后面是 先指定的一个 参数后面是指定的 一个这个文件 还有这个是 参数后面是一个值 好 那个我们先这个先来看一下它的一个 那一个帮助命令 大家的话 嗯 可以看一下 都拿一种方式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的话你可以可以直接使用等一号 然后后面是一个冒号 然后把它那个扩起来 嗯 所以说呢我们一般 我们后面的话呢 呃我们也使用这种方式 嗯 当然的话你可以使用刚才那种方式 呃也是可以的 那的话可能就是没这种 那个比较呃 直观好看一点 好你看看到 然后我们会碰到哪几个参数 就是一个 嗯 一个这个 这个的话我们是没指定 没指定的话它默认就是一个9093 假如说你那个你的一个主机有多个IP地址的话 嗯 你想指定然后只有那个特定的一个IP地址进行监听这个端口 这时候的话你都需要使用这个参数 前面加上你的一个IP地址 嗯 我们这边的话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class的一个监听地址 默认的话是9094可能 嗯 我们这里面也没去测 但是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是 应该是默认是9094的 嗯 我们的话我们这边是自定义的 我们使用的是8001 好 那个我们 这个的话 我们去看一下这个端口 里面起来 嗯 80 8001 大家看到已经起来了 然后的话我们去另外一个 嗯 接点上去配一下 这个接点的话是最初的时候 我们配的一个 嗯 然后的话呢 嗯 它是一个单接点的 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单接点的 这时候的话呢 我们嗯 哦 这个是应该是我之前然后做测试的 它实际上是 我没有配这个 嗯 应该是正常情况下 应该是没有配这个class 嗯 IP的 所以说我们这边我们重新去配一下吧 嗯 来看一下 把这个 嗯 杀掉 8639 好 那个我们来配一下 它和我们上面那个几乎是那个没什么区别的 所以我们直接是往这边这个命令吧 这个命令然后进行修改一下 嗯 嗯 来看一下 我们这边的话我们这次使用 也使用等一号 然后这里 改一下 然后的话 还有 它有多了一个什么参数 多了一个 一个 这么个 这集群的一个邻居配置 大家看到 所以我们这里面把它加一下 刚刚 unclust pull 然后等一个 嗯 192.168.20.17175-8001 好 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的话我们也把它改一下 改一下 等一会儿 这样的话看到 嗯 比较更直观更好看一点 可以看到 然后现在的话应该是可以了 我们来允训一下 嗯 Q 应该不是它的Q 我们来看一下啊 pns x 好 我们允训起来 看一下 又退出了 嗯 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 为什么退出 哦 这个 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 这是175 我们这边的话是176 所以说我们复制的时候 嗯 没有注意到一点 我们 176 它应该是监视在176上面 然后它的一个对 它一个邻居是175 嗯 我们现在来 看一下 看现在的话 是不是已经在运行了 在运行的话 我们去一个 它在上面去看一下 192 嗯 17 175 90 90 90 93 嗯 我们看一下它的状态 大家看到是不是175 176 然后的话这个极军状态 是不是已经显示出来了 嗯 嗯 我们来看一下 嗯 来讲解吧 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下 嗯 大家看一下 嗯 这个情报这里 我们之前的话是一个镜体配置 镜体配置的话呢 嗯 嗯 可能大家可能感觉 稍微有点low 然后的话呢 我们这时候呢 这次我们去使用什么 我们可以去使用一个服务发现 服务发现的话 只是说我们要在DNS上 需要就这样去配置一下 嗯 这个是这个配置的话呢 是针对于我们的一个 嗯 嗯 在另一个下面的一个主机 一个班的DNS 嗯 嗯 我们那我们这次的话 我们是那个 为了省事的话呢 我们直接是在Windows下面 嗯 有一个DNS 嗯 我们去配一下 配一下 然后大家看一下 怎么样在DNS上去配置一个 嗯 SRV 嗯 A记录的话大家可能比较随 SRV的话 大家可能问的比较少一点 嗯 这个DNS的话 我们这一台主机 是能解析的 大概跟那个 大家看一下 它的DNS配的就是我们的一个 内部的一个DNS 你这个首先是要能解析的 嗯 你这个首先是要能解析的 ETC YOS Compure Networks 嗯 嗯 我们我们那个这个DNS 直接配到网卡上面了 看一下 我们DNS 第一个DNS 都是配的我们内网的一个DNS 这样的话 它才能解析到 所以说 大家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 要不然的话 你这个服务发现是不错的 是没办法使用的 所以说你要配一个内网的一个DNS 并且你的这个几个节点的话呢 我们都是 嗯 它的DNS呢 都是配置的是这一个 都是可以互相进行解析的 好 那个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250 所以说 不管是做这个实验 还是其他实验 嗯 很多地方呢都会使用得上 嗯 DNS 好 这个 这个 我们这个是一个 应该是 2012系统 还是20 忘记了 2012还是2016 我忘记了 看一下我们这个系统是什么系统 这个系统的话应该 大家的话应该说是没什么关系 2012的 2016的话系统也是可以的 一般中的话DNS基本上都一样的嘛 嗯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DNS管理这里 然后的话我们在一个正向查找的那边 打开一下 嗯 在在这个域名下面 我们这个域名下面的话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我们这边 嗯 我们都是手工添加的 然后都是可以整个配置的 174 175 176 然后我们这时候都在这个点中这个域名 点中域名的话我们去 嗯 添加一个其他新记录 然后往下拉一下 嗯 SRV 对 这一条记录 然后呢这个服务名称的话呢 是比较特殊一点 我们直接是它是 嗯 下滑线 然后的话是一个服务 服务名称叫什么 叫Alert Alert Manager 嗯 这服务名称 前面加个下滑线 然后的话还有一个协议 协议的话我们是TCP 也是下滑线 加个下滑线 嗯 然后的话端口号是9093 提供成为此服务的一个端口是哪些呢 我们是一个175和176 然后的话我们这边就是直接写它的一个主机名 而不去写它一个IP地址 上的话我们以后其实主机坏掉 然后这名称然后不变都是 嗯,都是没问题的 75.x1.cn 嗯 好,我们再去创建一个 再创,创建的话还是这个 Alert Manager 然后协议是-TCP 然后是9093 你假如说你要是实在没有DNS服务器的话 你十分精彩的也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是C720176 这时候的话就变成176了 刚才是175 我们现在是176 这样的话就变成一个什么 变成一个相当一个负轻轻器一样 好我们完成 我们来看一下 TCP下面 这个-TCP下面 看到有两条记录 一个是175 一个176 要说去查到这个服务的时候 会解析出来有两条记录 这时候的话会自动发现到 我们后端的两个 another manager 这样的话我们都已经创建完成了 我们这时候再继续 在上面来配一下 在那个permissions 然后上面去配一下 这时候的话 我们都是不是一个 静态的配置了 我们这时候去改一下 把这个删掉删掉 然后的话是 我们是一个 sdsd服务发现 然后的话 config 然后的话下面是 名称 一个服务的名称 服务名称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这配置的话是 先是一个服务的名称 下滑线 alert manager 然后的话 一个点 点修下滑线 然后tcp协议 然后的话后面是我们的域名 关于我们的一个服务发现的话 alert manager 的一个服务发现 就是这样配置的 前面 写成分号 好 这样的话就应该是完成了 是不是这样写的话 要比我们会这样写 要好很多 然后的话 你以后要有新的一个 alert manager 然后你可以 这边的话 都不用进行修改 它会自动的去发现 嗯好 我们来就保存一下 嗯 ps 嗯 pial 嗯 我们这个时候的话 嗯 来看一下啊 这个 我们要去 重新再度一下配置的文件 kio-hub 1853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上次写的一个 是不是也写了一个警报 警报的话 我们这边会 也上次发 说是有一个可以去发现 嗯 我们后端的有几个 一个那个alert manager 也就是说 我这里的话 上次我最开始写的是两个 也就是小于两个会报警 然后后来的话 把它改成一了 也就是说 只要存在一个 就不会报警 现在的话 我们目前有几个 目前有两个 更不必报警 所以说我们那个 要看后端有几个 alert manager呢 这边的话 肯定你是 也是看不到的 你看这里 这里面的话是看不到的 看不到的话 嗯 那个我们这边的话 我们可以 那个在哪里呢 可以在这查询 查询这里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有一个可以去查询的 那个promissius 然后的话 它是有一个 嗯 通知 N开头的 嗯 那个fake k形式 然后这里 然后的话 alert manager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alert manager 然后discovered 然后的话 都是一个 发现 我们选择这个 然后可以去查询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我们是不是 查询到有两个 那这时候都可以 从这可以看出 那个 嗯 那个 我们有两个 然后alert manager 嗯 我们去 可以去发现一下 我们去可以去 那个执行一个 报警吧 执行一个报警 然后可以是不是 看一下我们这两个 嗯 alert manager 是不是能收到信息 我们来看一下 嗯 在1.175上面 我们之前是做了一个 什么 做了一个 那个压策的一个 一个CPU压策的 嗯 我们再来启动一下 这个CPU压策 看一下啊 只有做出来效果 嗯 才更能说明问题 看一下 收等一下 应该要会一分钟左右 所以说那个 我们那个后面 也要说 那那个 这里面的话 你都可以把它改成2了 改成2的话 也说 假如说我们只剩下一台 然后报警服务器的话 马上都发信息给我们 然后的话 我们马上进行一个修复 一般情况下 让它保持了两个 不然就是你的 嗯 服务特别多的话 因为保持三个 也是可以的 嗯 稍等 看到现在的话 是不是 已经开始进行报警了 不行的话 我们这两台看 有没有收到 看到是不是这个 已经收到了 CPU 然后我们看下一个 看到是不是这个 也已经收到了 那个关于邮件的话 我们就那个 不进行验证了 然后的话 应该是没啥问题的 如果那个 这时候我们的一个 嗯 Aload Manager 现在的话 已经配置完成了 好 那个本节课 我们就讲到这里